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要避免的就是口墨横飞 就不要让病毒有被传播的机会了 因为我们的社区里面现在还是比较担心无症状感染者 所以这个风险还是在的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我们开动或者重新启动工作 还有我们生活的很多的东西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要救经济 可是在这同时我们又希望能够 大家一起肩负起这个责任 继续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然后戴口罩 总之就是希望可以继续的防止病毒 因为它是隐形的 而且它可能存在于任何的状况之下 我们看不到它 所以我们就是要继续的阻断它 可能在社区当中的传播了 那因为2019冠状病毒疾病 我们也看到了数码化带来了更多更明显的便利 还有转机 比如说通讯还有网购 我前一阵子才在跟听众说 回想起阻断做措施刚开始的时候 我在直播室里面 然后我们就谈起那个视讯 视讯会议 听众就说因为他们不是在公司上 他说我们不知道怎样做视讯会议 所以我就隔空的就教他们 结果我们就真的第一次做了一次 跟听众的视讯会议 学起来其实还蛮简单的 那接下来为了不让任何人掉队 你也可以到go.gov.sg.dp 就是一个Digital Ports 叫做数码乐学仓的这个网站上 他们会提供很多的课程 包括教你怎么样用这个电子支付 然后订餐等等的 你可以上网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那当然呢 也希望你可以就是在这周 接下来几天继续的跟我们一起过生活 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学煮汤了 老师说在这个素食当中 汤很重要 而且昨天老师有提到 就是它的汤一般会用到这个中药材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煮的这道 莲藕三级生养生汤 所需要的材料 好 谢谢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就是三级生养生汤 首先你要水 50克的三级生是1000cc的水 那么你水要滚了 才可以把三级生放下去煮半个钟头 接下来半个钟头煮后 我们就我现在介绍材料 这个是莲藕 这个是莲籽 还有红枣 还有狗橘子 桂圆 嗯 老师我们看一下三级生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好 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个三级生 嗯 因为其实我们呢就是有准备了就是两个汤包这样子 就把上级生全部放进去 然后呢就是在水滚了之后呢 嗯 老师说在水滚了之后把这个汤包放到里面去 对 要煮30分钟啊 所以现在呢看到我们锅里面其实呢 已经预先的把这个上级生汤包放到里面去了 嗯 我现在要加一点盐 嗯 我买这个盐粉红色的是喜马拉雅山的海盐 嗯 不是普通外面所用的那种白盐 嗯 如果说是普通的这个白盐 也是跟我们对糖的理解一样嘛 因为糖喔 它是经过精致处理的嘛 嗯 那一般的白盐呢 盐很多种啊 我们也知道盐有海的 对对 也有盐石的 也有一些所谓的盐矿嘛 那是以前的 所以各种各样 现在各有各的流行啦 可是如果以我们终于的讲究各样 如果你们选莲藕喔 要选超过八个洞的 哦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超过八个洞喔 它的莲藕有水分 又脆 又好吃 又甜 而且你要看到莲藕喔 外面这边的设置有一些乳白色 可是也不要太鲜艳 太鲜艳就是有 它们有做过 好像处理 放什么药这样的 所以吃了对我们身体不好 所以雪莲藕要很注意 嗯 另外一个喔 莲藕有七个洞 它的色泽比较好像 有一点要像巧克力色 可是那个莲藕不但不甜 不脆又色色的 所以雪莲藕要很小心 等一下老师 我们去巴萨买的时候 它通常不是那个 整个看不到洞怎么办 整个然后就是有泥的有一些甚至 对你要看喔 拿那个莲藕的时候喔 你可以看到那个莲藕的 皮的色泽不一样 可是洞呢我怎样看 洞啊你那个皮色泽不一样喔 那个洞就肯定很多个洞 喔 ok ok 你的皮是说白偏白还是偏黑 偏黑就七个洞很色不好吃 要偏白 要偏白 偏白喔 可是也不要太鲜艳太白 那么那个鲜艳太白喔 它是有动过手脚的啦 明白 对我们身体不好 经过处理啦 对 ok ok 好 所以大家认一下 试试看你 你有没有买对 对 对好像枸杞子喔 我们就要选零下的中国的 嗯 最好能够买比较大力的 它很甜 嗯 我们还蛮喜欢在汤里面加枸杞 是因为枸杞对身体有好处 而且它最终味道也好 嗯 好 还有其他的 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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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选喔 你买的时候要 跟那个店员讲你要买 有一种煮了 比较 会容易烂的啦 因为这个蝉子有两种 一种煮了喔 是软软不会脆不好吃的 嗯 那么这个蝉子喔 你要不用洗 直接拿来煮五分钟 再等二十分钟 起里面那个蝉 它有一条蝉是苦的 所以要起出来 不能你拿去煮会很苦 OK 所以要预先处理 对 你刚才提到的煮 是预先另外再一个锅 你没用热水煮它五分钟 对 那个蝉子你要另外准备一个锅 煮五分钟 停放二十分钟 泡在里面 对 给它那个热气透在里面 那么你比较容易把那个蝉子 把那个芯取出来 不然你这样弄和硬硬 它会吹掉蝉子 就不会一半一半 你买的是白莲子 还是买普通的香莲 就是外面的皮是你扒过吗 还是你没有扒的 没有 我买是扒好的 那就是白莲子 白莲子 我买白莲子还好现成的 OK 但刚老师讲的那个小技巧挺有趣的 就是我们煮了五分钟之后呢 不要马上急着把它剥开 给它浸泡二十分钟 让那个莲子的 是也让它更软一些 它主要是为了软 它可以切开剥开里面 对 好 可以 还有 还有 还有接下来就是桂圆 桂圆就是龙饮肝 我这次拿的是泰国的 龙饮肝不泰国比较出名 不是 因为中国有很多种桂圆和不一样 江州的会比较好 可是江州它的龙饮肝比较大力 可以有一点油分 那么是黑色的 江州的 可是不错啦 江州的也是江州 OK 不错 接下来我就介绍这个红枣 红枣最好是要买那个鸡心枣 鸡心枣 比较小 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因为这个我这次买的时间太长度 有一点大力 鸡心枣通常没有这么大力 鸡心 鸡 吃的鸡的鸡心枣 鸡 你买鸡心枣 不管你是什么红枣 最好种子要拿掉 不能会带热气 OK 一定要把那个种子拿出来 红枣 红枣带纸会有热气 我们一般去纸会比较不燥热 OK 另外最后我为什么会放那个片糖 因为片糖的那个口味 跟那个冰糖的味道不一样 煮出来的真的是 比较香 那个汤 养生汤的口味不一样 这个养生汤 三极森 我只是用它的净 因为煮汤如果摻叶子 它会有一点色色的味道 所以我只是可以拿它的净 这个三极森才喝的对我们身体很好 可以帮助我们的睡眠 跟去我们体内的湿气 好像喝了晚上会很好睡 是 所以老师现在我们的这个汤包在里面 大概有15分钟 对 那我们还要再多等15分钟 才可以把其他的材料放进去的意思吗 对 等15分钟 现在这个我这个汤煮 最少要煮半个钟头 30分钟 我才下莲藕下去 莲藕大概我煮大概5到10分钟 我就把全部材料加进去 OK 等到大概多15分钟 最后就加糖就可以上座就可以饮用了 所以总共就一个小时了 总共就一个小时左右了 煮到来差不多一个汤要一个小时 是 这是基本要求 不过我们倒是可以看一下 因为其实 昨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还有聊天的时候 老师有讲到 就是他其实对煮汤这个部分 通常会用到药材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他选用的 其实很丰富 对 大部分有好几个都是药材 也是食物也是药材 对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莲子 对 一般上呢 你会发现 我记得你讲过 莲子是四升汤里面 对啊 其中一个 对 其实莲子来讲 它的基本的功能 它算是一个我们说药食同源 它也是食物 它也是药物 它的作用在我们中医来讲 它是比较平和的 可是它的平和的好处就是说 大部分人经常吃它是没问题的 那它有几 它有三大功能 它可以健脾胃 就是对肠胃是好的 那么它有这个 安神的作用 还有安神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它可以补心安神 那么还有它有健脾胃的作用 那么 还有一个情况呢 它健脾胃的作用是表现在哪里 比如说你的尿多 叶尿多 或者大便比较吸糖 消化能力比较不好的话 其实莲子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食材 那么同时呢 它又可以养心安神 可以养心安神 所以我们其实 就是临床上呢 你可以拿莲子不单煮汤 有时候你煮粥的时候 年纪大的人 他是小孩子 你可以在煮粥的时候 加一点莲子下去一起煮 或者是呢 你也可以经常呢 就是说煮汤的时候 其他的汤 你也可以单独用它 假如你不是吃素的人 吃荤的话 可以直接用排骨来煮汤 那也是其他非常好的一个健脾 安神的一个作用 那是不是每次我们要用的时候 都要像老师今天的处理这样 就先煮过 浸泡了去掉那个心 OK 因为其实你在市面上买的 老师选用的是白莲子 其实外面我们如果作为药材 我们通常用的就是一般的莲子 也可以把 有人把它叫香莲 就是你就会看到它的皮 只有褐色的皮 所以因为褐色的皮吧 就像讲就吃的来讲 就会有一点点色色的感觉 所以他们通常会选用去掉皮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白莲子 所以白莲子跟香莲是一样的东西 只不过是它经过加工的不同 那么如果我们作为药用的话 你希望说尤其是它这个 我们讲肠胃就是我们讲收尿 还有白带过多 还有脾胃弱的白带过多 还有你的大便比较稀烂型的 那我们一般就会说用原装的莲子 那如果是作为中药来讲 美食为补 不以美食的话 不以美食以药补为补 我们就会用冷水浸泡 泡了以后 那么直接将一起浸泡的水去煮 这是从煮药材的角度看 老师是以这个美食的情况下 他就会选去掉皮的 然后用热水来浸泡以后 让它就是比较软透以后 吃起来松软好吃 都可以啦 就看你的目的是怎么样 好那是莲子的部分 对 然后红枣跟枸杞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红枣枸杞的差别是 红枣是属于补气学的 我们很多人以为红枣只是补血 其实红枣也补气 那么同时它有健脾味 其实它的好搭档是姜 红枣跟姜在一起 大家如果有印象 我也介绍过这个红枣生姜茶 在我们中药里面呢 我们古代尤其汉代的一些药方 很喜欢在药方里面 用姜跟枣在里面 它就起做一个调和脾味 保护味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日常的话呢 如果你吃比较多寒量的食物 其实经常也可以拿姜跟枣 一起泡水喝 当然刚才也说了 红枣本身还是偏微温的 不过我们去掉种子以后呢 当然那个热性会降低 不过它还是属于偏温性一点 所以如果说我想要有枣的香甜味 可是我真的比较容易上火的话 我就会建议大家用蜜枣 好吃喔 好像煮汤 现在蛮多人会选用蜜枣 是的蜜枣它比较不那么早 所以你如果煮一些比较润的东西 就会用蜜枣了 所以老师你也会用蜜枣来做烹调吗 会 要看什么汤有时候会加 对它就用不同 所以我们讲不同的目的 你可以选用这个红枣 或者是蜜枣 对 那么刚才你提到的枸杞籽呢 其实枸杞籽有一个部分 是跟红枣的功效一样 就是枸杞籽也可以补血 那么当然它最重要 我们说它补干肾 补干肾我们说它补肾经 因为它属于补肾的阴和阳都有补 不过枸杞籽是偏于补阴多一点点 所以枸杞籽是有微微的热 但它不算很热 我们中医来讲说它是性是平的 只是平中偏微温 可是因为它有补干肾的作用 又有补血的作用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要防衰老 脱头发 眼睛干涩 其实常吃枸杞籽是非常好的 可是我们如果买枸杞籽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把它收在冰箱里 要怎样收纳 其实枸杞籽放冰箱真的不要好 因为我们这里热 所以枸杞籽有时候你放在外面 时间长 你发现它颜色会变黑掉 但是颜色变黑 只要它没有发霉 还是可以吃 这卖相很不好 可是最好的话 还是放在冰箱里面 放在冰箱里面 可以抓一小把 然后拿来冲茶喝 对冲茶 而且最后要把枸杞籽吃掉 其实还有一个吃法我不要建议 昨天煮鸡饭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放一点点枸杞籽 在那个鸡饭里面 甚至你也可以放一点点红枣在里面 那么这个鸡饭又多了一个 补气血还有补干肾的作用 我们可以把昨天的鸡饭做成煮食 然后再包一锅今天的汤 然后搭在一起 对 是 老师我们还有多久 我才可以把其他材料加进去 大概应该现在有十几分钟了吧 差不多了吧 对 应该差不多半个小时 现在我就先把联络放下去 大概十分钟我才会加其他的材料 因为我们是已经预先 就是开始煮了这个桑季生 那我们把材料放进去 我们再来谈一谈桑季生这个 算是药材的吗 桑季生是属于药材 对 但是桑季生也是我非常喜欢介绍人家 把它作为食疗的药材 因为不是所有的药材都适合放在食物里面 包汤 因为也要考虑到它的药性跟它的味道 对 桑季生的味道我是非常欣赏 所以看到这里可以大家回溯一下 可能我们在准备这道汤的其他材料之前 我们先把桑季生处理好 要放到汤包里面去之前要先洗过是什么 对桑季生提出你买回来的时候 它是连叶子都给你的 OK 所以你想要用它的吃 你要选出来 选了你才拿去洗干净 那么才装住袋子才拿来煮 OK 所以可以分开 然后桑季生也不要丢掉 因为可以泡茶喝 我们上次说过 但是我们稍待一下 就是我们先准备好这个汤包了之后 水果先让去煮 因为你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其他的材料 刚刚老师介绍过了一轮 就是我们的红枣、枸杞、桂圆、莲子 全部都可以把它先准备好 还有莲藕 因为老师是在30分钟之后先加入莲藕 老师你刚刚莲藕进去要先煮5分钟 对再煮5分钟是吧 再煮5到10分钟这样 OK 让莲藕有吸到伤极生的药味 因为这个也是可以吃 这些材料加进去都可以吃的 是的 不要浪费掉 因为它会吸到那些精华 好像刚才老师讲的 那个白莲藕真的是健壁 我们的身体很重要就是鼻 鼻健康就没有问题 所以这些加下去 它的功效就不一样 刚才老师有讲过 你的皮脂很重要 是啊 皮胃 因为我们讲皮胃为后天之本 当你一出生以后 我们只有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不需要用到皮胃 所以妈妈把它吃的东西的营养 直接是给了我们 可是一旦你离开母体的话 你第一口吃清的东西 就要靠脾胃来吸收了 所以中医来讲对于脾胃是比较照顾的 那么讲起这个莲藕是很有趣的 如果莲藕你是生的饺子来喝呢 它是比较便宜清肺热的 清热 可是莲藕把它煮熟了之后 它是偏于补脾胃的 所以莲藕有两个不同的功能 那么刚才老师提到说 他说商技森 他主要用的是那个茎 他没有用叶 那么大家也觉得奇怪 我上次介绍茶饮 我是用叶子 对 因为我用叶子的目的是 因为当时我们用的是冲泡的方式 冲泡的方式 如果你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示范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茎是蛮粗大的 所以你用冲泡根本没有办法 把那个有效的效果把它浸泡出来 所以我当时就选用了叶子 给大家拿来泡茶喝 那么当然老师他说 他今天我也很惊讶 他说他煮汤的话不放叶子 他觉得叶子是色的味道 有色的味 那么他是从味道的考虑 那如果以我们中医中药的考虑来说 其实我们都用 我们一起都会用的 而且一般如果我们是作为汤药熬的话 我们一般是会用冷水浸泡 浸泡它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后 再煮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那煮出来的话 味道可能真的带有一点点的色感 是 反正我们是看太大 那他不要盖不要紧 不要盖 不要盖 所以基本上就是 他煮半个小时是要让那个药材 它的那个味道可以完成 公教也基本上 其实半个小时是能够大部分的药性是可以出来 可是如果你用冷水浸泡以后再煮的话 它的药效会释放的更多 不过可能就会像老师刚才提到 它会有一点点色的味道 那就看大家的选择 你要以美味 对 可是这样的煮 因为它其实煮不止半个小时 因为大概有莲藕 对 还有加上其他 所以刚才我算了一下 总的来讲 它其实煮了也将近快一个小时 因为当所有的材料都放进去之后 大概加起来的时间 大概一个小时 所以其实它是煮了一个小时 是 这个汤煮起来真的是要一个小时 是的 所以刚好那个 现在我就把这些材料都加入进去 好 现在我们先加莲子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一下一次过吧 像我们一瓶汤煮药材汤 全面部的材料都放进去 不 因为老师讲究的是味道 因为我刚才讲了 它莲子如果 因为它莲子有预先处理过 它刚才不是用热水说煮了五分钟 再浸泡二十分钟 这个莲子已经有点半熟 而且它选用的是 比较软 比较会糊 比较容易糊化的莲子 所以你在里面煮太久的话 那个莲子就会融化 它汤看起来就不清甜 所以这些呢 所以如果你是不讲究味道 你要方便 你只要效果 你可以都丢进去煮 是没问题的 但是既然我们是一个 美食节目 对了 所以你要好吃的话 那它可以用这个方式 更何况老师有一句话 讲的是很对的 很多人煮汤 都会把渣丢掉 只喝汤 这个概念是错的 能够吃的 尽量就把它吃进去 所以我就看到老师很聪明的 他把上季生一旋用带子 用紙带把它包起来 对 它一个个你看 包括把枸杞籽 这些都是很容易 就是味道很容易出来 最后才放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把唯一一个不能够吃的 上季生 它用紙带把它包起来 所以一煮好以后 它直接拿掉它就可以了 对 那么其实它剩下的所有材料 都能够吃 都能够吃 所以我也经常告诉很多人说 其实我们煲汤真的不要把材料都丢了 真的是太浪费了 对 那个材料真的像老师所说 它其实也同时把这个药 汤的那个有效成分 它也吸进去了 而且我自己还蛮喜欢吃 这个叫汤渣嘛 对 叫汤渣大家觉得好像应该丢掉 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些材料 因为它煮了很久 是 所以你放到这里 它有另外一番那个口感 是 连汤一起喝一起吃 那感觉特别好 对 所以老师我们刚刚分了几个阶段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这个东西 这些后面的食材不要煮得太烂 对 那我们现在最后还要滚多久呢 这个材料全部加进去 大概五到十分钟这样就可以放糖了 大概搅均匀就大家可以喝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等多五到十分钟左右 对 就差不多已经算是完成我们的这道汤了 对 可是我要讲的 喝汤要喝温的不要喝冷的 对我们身体的血液行为很有帮助很好 对 我也比较喜欢喝 因为有些很多人喜欢煮汤 放一边等下冷的来喝 那对身体不是很好 对 可是如果你回家晚了 就把它再加热来喝了 对 真的的确是应该要把那个 渣渣也连下去 而且你可以看到那个 那个莲藕啊 跟那个莲籽啊 其实它也算一点淀粉类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吃的比较多 甚至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主食 对 我可以建议大家 你们要可以放点山药进去的话 就基本上你不吃饭 你光吃那个渣渣都可以了 我喜欢山药 是的 山药放到汤里面就煮了 那这里我也想要 借这个机会吧 也特别特别推荐这个 商技生这个药材 因为我上次 该给大家介绍茶饮的时候 我已经说过 但是因为它是泡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用叶子 可是实际上整个商技生 它对我们的养生保健是很好 因为它在我们中药里面 它是很有趣 它是补肝肾强筋骨 那我们都知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 现在我们先让老师介绍一下 它的片糖 对 就它已经煮了大概五分钟过后 对 就可以加片糖 加片糖 它现在已经在显示它的片糖 片糖是没有 不是精致的蔗糖 就算是圆的蔗糖 那其实我也很推崇 大家用片糖来做甜品 那有的人不习惯 因为片糖有它的香味 所以对于有一些甜品 说放了片糖以后 就会影响那个味道 对 可是对于这个汤来讲 它就相亦得章了 那么片糖 其实对身体是比较好的 它含有原蔗糖的所有的营养 白糖就没有什么营养了 所以我再说回这个商技生 它最主要刚才期就是说 它有补肝肾强筋骨的作用 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中医一定是说 我们的肾气开始弱了 那么肾气弱的时候 我们的骨就比较没有力 然后我们说那个筋 你会发现那个收缩没有那么滋如 怎么表现呢 你就会发现你的关节 没有以前灵活 最明显是我们起蹲 就没有那么灵活 然后也会觉得说 好像脚比较没有以前那么有力 有时候你还不注意 你很容易就呛一下 就容易摔倒 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呢 其实呢 商技生我们就认为 它有补肝肾强筋骨 让你下肢比较有力气 对 同时它还有一个好处 它可以驱风湿 所以也就是说所谓的驱风湿是指 因为我们很容易 你要冷气 天气 天气的改变 就容易觉得关节疼痛 对 那么或者有些人呢 他本身有关节疼痛的问题 跟天气有关的 我们中医叫风湿病嘛 或者叫避震 对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说长期的话呢 腰腿是比较弱的 所以商技生呢 它就有两个作用 既可以驱风湿 又可以强筋骨 另外呢 我们也有用 商技生来做安胎的作用 就是怀孕妇女 如果腰腿酸痛 腰腿酸痛啊 感觉肚子有点下坠的感觉 其实我们也鼓励她吃商技生 所以首先一般人都可以用商技生 商技生它属于瓶中为温 所以大部分体质的人都没有问题的 除非你现在喉咙正在痛 不然的话呢 其实它蛮适合大部分人的食用 所以今天老师这个养生汤 真的是取了一个很好的养生作用 而且他把它做成甜的 谢谢 好 等一下 因为你要试那个甜度是吧 对 因为我是不是放两条 我介绍这个是有些好像老师所讲的 是因为很多人不明白吃素 他们对吃素有些很敏感 有些不喜欢吃素 原因就是我选的 这些材料让他们看到他们容易做 他们又会喜欢喝这种汤 对他们身体也不错 所以他们也喝他们的口味 所以这个汤是甜的汤 甜汤 对 这个是甜汤来的 所以可以当点心下午茶 老师喝看看 我喝了 够 刚刚好 刚刚好 这样喔 通常我是500 要不要拍这样 500克的三级 50克的三级生 一公升的水是一片 是一片片糖 OK 因为我刚才放两片 我只是放两公升的水 100克的三级生 所以我不可以放太多 好 因为现在要讲究健康 也不要吃得太甜 所以我就是 才教老师他们试试看那个甜度 所以我有个问题 加片糖就是甜汤 那如果我不要甜的 我加一点盐 也可以当一个真的汤 可以 你就不要放这些片糖 你把那个糖的分改成盐的 或是你可以加一点酱青 可能味道不一样 调一点味 变成我们一般的这个 最好咸的汤 最好咸的汤 我煮东西就不放味精 味精最好尽量不要放 对我们身体不好 其实 而且吃了口味很干 好 老师我们先让他煮一下 你先做一做 我们来讲一 我们来喝点茶休息一下 可以 我们先让那个汤稍微裹一下 我现在要盖住它吗 可以 我跟他盖住 我们今天的这个汤 这个卧医师 是 今天我就考虑到 我看了老师的食谱 他是做成甜汤的 所以我就想 那我们的茶 就不能够有甜味了 可是有酸味也不合适 因为这个甜 其实是让人喝得很舒服 你们煮了就会知道 因此我想了想 这个汤 我觉得最重要是什么 要保证你的肠胃功能很好 能够吸收这些不易的汤 因为它偏甜嘛 有些人吃了甜 会容易觉得脏肚子 因此我就用了 茉莉花和柠檬草 这两个食材 因为这两个在一起 我们说它可以酥干和味 它可以消食行气 就会使到说你的消化 而且它的香气 会使到我们这个甜汤相得益脏 搭在一起喝的话 就可以把那个甜的感觉 把它减少了 喝了过后 对 它就只有香味 它没有甜味也没有酸味 那就不会影响到这个汤的味道 ok 喝一下茶 喝一下 谢谢 而且它有让我很清醒的感觉 又有一种 你知道像在闻到SPA的味道 是的 这个呢 因为我泡的会比较浓 所以你们喝起来会有点苦的味道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那个苦味的话 第一你可以分量减少一点 还好 所以你不会觉得苦 不会 不会啊 那就还好 还可以 对啊 不会太涩 这个其实你放在喝这个 等一下你再喝这个汤 你就会觉得刚好 因为你会把那你的 因为这个喝了你发现口蛮清爽 然后再喝这个汤就觉得非常香 刚才我已经试了那个味道 那个甜味是很好 那个香味是非常好 所以老师的 它的那个做法呢 虽然有一部分呢 跟我们一般熬汤的要求不一样 但是呢 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的味道是更好喝的 然后 其实功效也差不多一样了 没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觉得这个甜汤 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是有吃蛋的人 其实我会建议 煮熟的蛋丢进去 真的 你就最后五分钟 最后五分钟 把煮熟的那个鸡蛋 去掉壳的鸡蛋 丢下去一起煮个五分钟以后呢 你再给它泡在汤里面 十分钟左右 连一个鸡蛋连一个汤吃 鸡蛋甜味 人间美味啊 大家试试看 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建议 没有 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 在广州的一个甜品 就叫做三季生蛋茶 给三蛋茶 它就是用三季生煮了 加入鸡蛋进去 做成的一个甜品 加拿大以后 我们这个解封以后 大家有机会到广州去 如果你们看到有三季蛋茶 这个东西 在他们卖点心的 甜点的地方 你们不妨可以试试看 我在广州电视乎没有看过耶 有 它就叫寄生蛋茶 可这样我太宅了 是的 没有认真的去了解一下 那是很平民 很 这他们很普遍的一个甜品 非常好用 三季生 它就叫寄生蛋茶 寄生蛋茶 对 好了 所以我们汤应该可以试一试 对吗 对 好 这样不要拿一碗拍照先 可以啊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碗 对 我们先试味 这边有这个碗 好 可以用这个吗 我放一点莲藕这些 好 要大一点点的吗 那个大的透明碗 我戴眼镜看不到 对 有没有那个拿汤的 有 我有汤勺 来老师 这个放托盘上面 有点烫 对 那么你们要喝就直接拿 可以 我拿给他们拍照 好 所以这个老师 老师很很关注大家 因为你知道我们呢 我们的这些就是成品呢 会放在早报的这个网站上 所以老师先准备一张给我们的摄影师 等一下可以拍摄下来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网站上看到我们的成品 那如果说呢 你自己有在家尝试的话呢 记得像在你的这个社交媒体当中 然后hashtag我们 早报SG 或者是hashtag 一体过生活 这样不管是在你的这个Instagram 或者是你的Facebook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你的这个分享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下午茶是蛮合适的 甜的OK 但是因为我可能比较少吃甜的 所以我刚刚一直寄定在想 这个片糖它会怎样影响这个味道 那可能 这个完全是甜汤来的 就是我们吃红豆汤 绿豆汤那样的一个形式 当然就像老师所说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做成咸汤的话 就第一个不要放那个糖 第二个可能有些人不习惯 所以觉得说我要做咸汤的话 只是药材好像怎么样 其实你们如果是次数的 不妨可以放点香菇进去 也只是补我们的BA 好 来 好谢谢 小心 好的 但是我很喜欢 刚才老师分享的 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 就是取代片糖 如果你想要把它当成是 家里晚餐的一道汤的话 那你就加盐就好了 是 味道很好 对 老师自己很满意 老师说味道很好 很好味道真的 因为刚刚好又不很甜 喝上鸡生茶甜的就要喝这样 咸的你就加盐 加盐 所以你看它的 但是我们取代的功效是一样的 一样 对不对 那我提到的鸡生蛋茶 它也是甜的 好好喝喔 它也是甜的 虽然我不太甜 不一样喔 你吃它的蝉蝉 今天就我买的 它一点不是很好 对 本来喔 因为我找很多地方都没有货 老师这个蝉蝉处理得好好 因为它虽然很容易咬 可是它又带一点点嚼劲 这就是为什么她刚才提到 她有预先处理啊 她就先煮了五分钟 再浸泡二十分钟 然后才来清理的话 它的味道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喔 你要煮到好吃的东西喔 你就要真的很耐心去做这个食物 因为有时候我朋友会问我 我会跟他讲 你要有真心 爱心 耐心 更有信心 四个心 不可以搭 因为所以你可以看到 老师因为一样一样的像喔 所以你刚才你吃那个龙眼 你会吃到龙眼的甜味 可是如果你早早就放下去 我要省功夫全部一起放的话 你吃不到龙 你吃到龙眼的时候 你吃不到它的甜味 吃到肉 吃不到甜味 对 枸杞子也是一样 所以它这样的 刚才这样的煮法的话 大家吃这个材料 你就觉得好吃啊 你就愿意把它吃掉了 我很喜欢吃枸杞 枸杞吧 枸杞它煮熟的时候 或者泡水之后 那个味道是 可是你泡太长时间 跟煮太久 那个枸杞是没有味道的 对 不可以太久 成功 好吃 谢谢老师 谢谢你 一汤可以两煮 看你用盐还是用糖 就可以做出好喝的这个养生汤 所以在下午茶的时间 还蛮适合的 就大家坐在一起 这样吃一点甜 对啊 就比你吃简单的什么红豆汤 绿豆汤 这个更加有养生的作用 对 好 如果你要了解更多有关于 这个PH上课的信息的话 1PA.3 老师你一般在哪个联络所交课 新加坡每一间联络所 差不多有教我 我都会去那边教课 只要有学生有课程老师就会去 对 因为那边联络所的负责人 引拜我 那么我就会去那边教 好 你可以到PA courses的面部 去了解更多 那接下来几天呢 我们还要继续的学做好吃的素食 明天我们要做 金瓜沙拉清蒸素白肠 非常期待 我很好奇 是 好 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过生活 不要忘记了 明天早晨7点钟有成孕 10点半我们继续做饭 还有今天下午跟明天下午3点 都一起来乐学数码 希望大家今天过得愉快 我是解了三好 来翻面的金云 谢谢我们的舍利老师 还有我们的郭美玲医师 谢谢 拜拜